今天的主题是 你的投资绩效好吗 投资报酬率高低到底有没有差 今天来跟你聊一聊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种2.5跟5.5的年华报酬率 其实也不是少见 如果啊 市场上有两个投资报酬率给你选择 一个是年华报酬率2.5% 一个是年华报酬率5.5 你会选哪一个啊 我相信如果不是投资报酬率 都会选5.5嘛 但是呢 这个数字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差异跟影响 今天来跟你聊一聊 其实一般市场上的数字 台股的年华报酬率是7%左右 那美股的年华报酬率大概是10%左右 你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觉说 年华报酬率2.5跟5.5 好像感觉起来都是比较差的 都来腰侃侃一半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种2.5跟5.5的年华报酬率 其实也不是少见哦 如果你常常买的是基金类型的投资商品 其实很有可能拿到这样的投资报酬率 因为台股虽然去年 它的年华报酬率有到29 30% 但是它不是年年这样子 年华报酬率的意思是说 平均下来 年年有这样子的报酬率 那台股的话呢 其实不是每一年都表现这么好 所以一般而言的话 年华报酬率2.5%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基金来做操作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基金它会有一些内扣费 然后银行会有保管费之类的 甚至可能所有必锁期 你如果要在两年之内提领出来 还会再被扣违约均 会被扣钱 那你如果是比如说扣款连续达三年五年 那你就不会被扣保管费什么的 所以它中间当然是有一些差异 所以年华报酬率有没有可能是有的 比如说台股5% 然后呢你被收了2.5% 你只剩2.5% 你可能会觉得说 2.5跟5.5也不过才差3%而已 10年下来是不是没有差多少 事实上呢 这个年华报酬率是一个持续累积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要小看这3% 它差下来 10年20年下来 可能你的资产就差了好几百万的好几千万 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还要再讲一个数学法则 这个数学法则其实我在讲座啊 然后之前也有写过文章拍过影片讲过 就是七二法则 七二法则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用来衡量你 投资报酬率到底可以 在几年之内让你的本金翻一倍 那当然我们一般人 小资主要开始存钱 当然都是先从比如说三千块 每个月固定存固定存 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七二法则对我来说 我好像不是说很重要 因为它的衡量是以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笔十万块的本金 然后呢 投在年华报酬率几%的产品之内 多久会翻一倍 好 所以呢 我通常我会建议大家的 投资理财的做法是 先存钱再投资 好 所以它就可以用七二法则来衡量你 未来你的资产翻倍的速度 那如果你现在都还是没有开始进行投资的部分 我会非常建议你至少要先存到人生的第一个 五十万或是一百万 就是半桶金或是一桶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你再来进行投资会比较好 好那当然你每个月三千五千真的想进场也没有问题 因为有很多非常多的这种投资工具都可以让你 每个月三千块五千块就可以进场 甚至百元或者是一千块就可以买基金 就可以买ETF 好就可以存股的 这种都是带有人在 因为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这种很小很小的钱都可以进场投资 甚至RECHR之前也推出这所谓的铜板投资 十块新台币也可以投 我想说那是投个什么雕啊 这样有可能会有显著的效果吗 你看你一个月投十块钱 你一年也才投一百二十块 一百二十块到底是有什么差 所以这个当然就没有什么用 那回到我们奇俄法则的部分 刚刚有讲到两个数字 年化报酬率2.5跟年化报酬率5.5 这个数字如果你把它除下来 你就会知道说你的本金放在这样的产品 多久会翻一倍 所以奇俄法则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用来衡量你的本金多久会翻一倍 所以你用72除以该产品的年化报酬率 你就会知道他多久会翻一倍 那72除以2.5 刚刚讲的这个年化报酬率2.5的产品 除下来之后是28.8年 也就是说你的资金得放将近30年 才会翻一倍 所以你如果是100万 然后放在基金型的产品里面 扣除内扣费之后 它的平均报酬率如果有2.5%的话 你得放30年 它才会变成200万 所以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不吸引人 那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的银行定存 几乎是低于1%了 那以1%数字来算的话 72除以1要多久 你的100万才会翻成200万 你需要72年 就是说当你还是10岁的时候 你妈妈帮你存了100万 然后等到你82岁的时候 你已经快要做股了 你的本金才来到200万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尿 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 我觉得你考量进去通膨之后 其实你的本金将来 就是72年之后的200万 根本就买不到现在 100万可以买到的东西 现在一般的通膨 是以2%到3%计算 所以你的资金的投资报酬率 低于这个数字的部分 基本上你的购买力 在未来都是越来越少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年化报酬率5.5%呢 它的本金大概多久 会翻一遍 我来算一下 72除以5.5 如果你手边有计算机 拿出来算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 大概是13年左右 所以如果你100万 放在年化报酬率5.5%的产品 只要过13年 你的本金就会有100万 变成200万 所以同样你放了 比如说70年来讲的话 你放在年化报酬率 2.5%产品的增长的倍数 其实是远远低于 5.5%报酬率的产品 它可能已经涨到 300万 400万 500万了 但是你放在2.5%而已 说不定只有200万而已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形 因为很多人都会去低估这件事情 所造成的影响力 比如说以30岁来开始理财 大概你会在70到75岁退休 那当然你要当FIRE一组 就是想要在比如说40岁50岁退休 当然可以 那你就必须在你工作的这10年到20年之间 努力存下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比如说1000万或者是2000万 那你才有可能靠这个东西来滚出这所谓的投资获利 过你想过的退休生活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循序渐进行的 一般的投资理财规划建议的退休年 你大概是75岁嘛 那其实大概也活不了几年 活个数20年就要死了 这种年纪来算的话呢 OK 那你的本金呢 会在你从30岁到75岁 这接近4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它的本金翻倍的部分 以年华报酬率2.5%的金融产品来讲 它大概就会翻个2倍到3倍 但如果你的本金呢 是投进去年华报酬率5.5%的产品 事实上它至少会翻个10倍哦 就是以你本金乘上去 你知道吗 100万变200万 好这是翻一倍 但200万再翻一倍是变多少 是变400万 所以是翻就变4倍了 那400万再翻一倍变多少 变800万 所以就是变成成长8倍了 就是指数 2的一次方 2的两次方 2的三次方 好所以以同样的这个年限来讲的话 你的本金当然是放在 投资报酬率越高的产品 你本金翻倍的速度才越快 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怎么样才够有那一桶金 好那一桶金的累积 其实是你要从现在就很努力开始的 如果你没有爸爸妈妈帮你的话 你要跟我一样努力的存钱 才有可能拿到 开始投资理财的第一桶金 那再来就是 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去选择 真的可以让你 你花报酬率有5% 7% 10%的产品 你才有可能就是 翻倍的速度才快 那我们之前几集的节目 也有讲到 就是资产配置 然后呢 用股债平衡比的方式来降低你的波动度 那你才有可能 就是平均年化报酬率 是在7% 10%这个数字跑 那当然你的债券的比例越高 你的投资报酬率就会下降 它给你的稳定度 但是它的报酬率就会降低 这是没办法的 鱼与熊掌真的可以兼得吗 这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可以去降低我们的波动性 但是我们的获利 还是可以持续的往上提升 那这是有点困难 所以市场上有一种东西 叫做绝对报酬 像大学的那种什么退休基金 或者是那种学校管理的这种基金 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什么 政府在管理我们的个人退休基金的部分 其实它都会需要要求到 所谓的绝对报酬 这绝对报酬的意思就是 在降低这个所谓的风险的同时 要提高获利 那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也知道 股票能够给我们比较高的获利的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上冲下写 所以它有可能在本年度 像我们的台股 2020年就是带了正30%的报酬 但是2021年 它还是能够给你正30%报酬吗 这很难讲 甚至不太可能 因为它就是一高一低 大概20年30年平均下来 大概是7%左右 绝对报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 因为像这种退休基金 或者是大学管理的基金 它必须要年年提拨出来 因为像我们的退休基金 就是每年都会有人劳退 那它就会有钱需要提领 所以它在提领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要维持正报酬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寻求绝对报酬 绝对是比在股市中 获利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将来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聊聊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先管好我们自己 就是年平均报酬 能够拿到5.5%或者是7% 9%的 其实就要谢天谢地了 所以这一集跟你分享的就是 年化报酬率有没有差 透过切二法则的练习 你应该知道 你要寻求的是 年化报酬率越高越好 但是也要同时兼顾风险 如果要风险低 然后又要报酬高的 这无疑是原木求雨 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你透过资产配置 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是有可能可以有效降低你的风险的 那当然报酬率再低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用一个 简单的七二法则 来跟你阐述这个年化报酬率 对于你将来的资产累积 有没有差异 当然是有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这几节节目里面去找到 真的属于自己的投资方式 而且也可以靠着这个投资方式 能够让你财务自由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